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391学 今天咱们讲讲这个阴阳 这个阴阳的概念说起来挺简单 生活中随处可以找到 我们前面说到的三大定律 第三个就是逆向法 类比法 运用阴阳的这个概念 把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比类出来 天 地 天为阳在高处 地为阴在低处 男女 男为阳 女为阴 正 负 白天 黑夜 都是可以用阴阳的这个概念来把它类比 相互对立的两个事物 都是可以这样来类比出来 那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 为什么会在《易经》中这么重要 民间呢把风水士等预测 这个《易经》预测工作者 也称之为阴阳先生 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学派 称之为阴阳家 创始人那是周燕 看过最早的传阅电视剧《寻情记》里 他就有周燕这个角色 简单的讲这个阴阳就是第一个类比方法 很简单嘛 但是在实践中 其实其他的东西却都要归在这里面 它就像一个基础一样 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向上划分 阴阳呢是对太极一分为二的这种研究方法 太极一列阴阳两分 也就是说这个阴阳它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划分 我们先要立下这个太极点 太极点就是我们先要把这个范围来给它划定出来 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就是太极 不同的范围不同的角度 那么阴阳也是不一样的 你从这个角度看是阴 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阳 你比如说在这个风水中 山和水的关系就是一对阴阳的关系 什么是山啊 就是高大的 静止不动的 什么是水呢 就是流动的 能够这个空旷的 这是水 那么它是怎么样分阴阳的呢 我们从高低的角度来分 是吧 山为高大为阳 水呢在低处 为阴 这是从高低 是吧 一个是有形质的和空的 实力和空的 这样来分 从动静的角度来说呢 山静止为阴 水流动为阳 这就是说阴阳它不是一个固定力 它是按照太极点的不同 也就是说角度的不同 它阴阳化分的不同 总体来说啊 这个阳呢主刚见 散发 是向外的力量和向上升的趋势 阴呢主柔顺 吸收 是向内力力量 是一种向下降的这个趋势 从这个数字上来讲啊 脊树为阳 偶树为阴 在这个青藏经历啊 第一句话就说了嘛 天尊地被吉偶生成 偶树呢是可以啊 拆一分为二的 整除嘛 而吉树是不可以进行整除的 比如说男为阳女为阴 阴是偶树嘛 所以说它可以拆分 可以进行生育 生养生孩子 男人却不可以 身体中还有呢 头为阳 两只脚为阴 脚为偶树嘛 手上也是啊 大拇指为阳 四个手指指为阴 这也是吉树偶树的一个道理 在这个 《黄帝内经》素问啊 《阴阳大论》中啊说 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 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谁活者阴阳之征兆也 阴阳者万物之能实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天地啊 天地啊是在万物的上下 上面为天下面为地 阴阳啊 对人体而言可以分为男女 可以分为气血 气呢称之为阳 血呢称之为阴 气是无形的运行的嘛 左右啊是阴阳升降的道路 水火是阴阳的真相 阴阳变化是万物化身的本源 而且《黄帝内经》也提到了 阳葱左升阴从右降 我们把和图拿过来一看 从一到三的位置 阳葱左升 阴从右降 从二到四 引起下降 因此啊我们平常就说嘛 男左女右啊是怎么来的啊 就是怎么来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左手 也比右手还坏一点 这体现了阳位在左 阴位在右 我们啊再把和图啊和身体啊 再重合一下 再来类比一下 是吧上面为火 代表心 下面为水呢代表肾 中医认为啊 人的这个气节啊 是以渗水生 心火降为根本 水中有一点真阳的力量 约束驱动着这个生命的发展 我们看一下和图的数字嘛 从一到三向上运动 那么这个一呢 就是这个真阳的力量 那么这个六 就是阴 水中有一点真阳的力量 火中呢有一点真阴的力量 约束这个七速 这个阳是向下发展 阴气上升 阳气下降 这样身体才能健康 当这个下面 圣水中这个一 这个真阳 不能约束这个六 不能约束这个阴的话 不能约束这个水 在这个一和六呢 一为生数 六为成数 水 也就是说一是为气 六呢是为质 是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六字 七火 七 那么这个火呢就浮起来了 到了头顶 表现眼红耳赤 说满嘴起泡 上火了嘛 说严重呢可以引发精神错乱 狂躁等等 狂躁不安睡不着 等等这些 比如说中医这个病症啊 中医呢还有一个叫做痞症 痞症呢是指这个胸部 腹部闷脏不适 是这样一个症状 张锡菊在《伤害之解》中啊 写的这么一段话 皮着皮也 天气下降地气上升 上下相交 水火寄寄为之泰 天气不降地气不升 上下不交水火不寄为之脾 按照中医的方式怎么治疗呢 就用黄连都苦寒的药物 把这个在上面的阳气 这个漆子降下来 让它顺利向下运行 用半虾干浆等等 这个补羊的药物啊 把这个叶补起来 使这个叶捅出来这个阴气 向上走 也推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再用人参干草大草 把中间这个五字 来补一下 恢复它的运输功能 因为中医认为中间为脾胃 恢复这种脾胃的功能 这样呢 这个挂象就由天地脾挂 转为了地天太挂 形成了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的 这样一个正常运转 天地阴阳相交二才能化身万物 从而呢 人体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好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欢迎关注我们的3G友医学网 再见